各位參加今天下午 發明人文學會付版的一個特別講座 我叫何勇 是人文學會的負責人之一 我想大家剛剛進來的時候 能夠看到下面我們正在主辦一個特別展覽 就是景德鎮的民國時期 不光是民國時期 就是在上個時期 景德鎮的一些時期展覽 那麽這個展覽裏面都是精品 其中大部分的展品都是來自於 國內著名的收藏家陳奈波先生 所以他每一件的展品都是價格連成的 他是中國文化部藝術評估委員會上臺的主人 他有很多的職務 總之他是一個非常著名的藝術品 鑑定師和評估師 那北京華麗國際配賣有限公司的專家顧問 中國景德鎮陶瓷藝術名家協會名義主席 他長期活躍在民國瓷系 與藝術的瓷系的收藏和建立前沿 那麽我們大家看到今天的講題 和我們宣傳社會的講題有點不一樣 其實他今天講的呢是 他是講我們這個講題 剛剛我們結束的是一個有一個研討會 就是接著我們剛剛那個展覽 現在正在進行的展覽一個研討會 這是他的題目 所以他今天講的真正的題目呢是 中國近現代藝術陶瓷的收藏與投資 那麽今天他會給我們增加不少的見識 就是說他有什麼中复的資料 他今天的講座呢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個是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一個分析 檢系 第二個是中國陶瓷發展的簡介 下面一個是近現代藝術陶瓷發展的市場的形成 作品 最後一個內容是作品賞息與價值解析 我們今天在座呢有很多是這個陶瓷品的這個 收藏的收藏家 還有一些是專門研究陶瓷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各方面的人士都有 我們今天呢以為這個機會是非常難得的 就今天呢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呢我們非常珍惜這個時間 那我就不多說了 下面我們就熱烈歡迎今天在座 好 各位大家下午好 這個很高興啊 這個來給大家做一個這個 這個收藏方面的這個新的體會 這次呢也是受這個海關堂的邀請 我們來這個做一次這麼一個文化的交流活動 那麼本來呢也是主要是從事這個民國之期 更近現代藝術陶瓷的這個收藏 這些這個領域的推動 那麼下午呢這裡剛好有一個論壇 我呢已經做了一個發言 那麼這裡呢我想和大家呢 再詳細的來看一下我們這個中國景德制 來自這個各個一些所院校的一些藝術陶瓷的一些發展 包括在藝術層面上 包括在市場層面上的一些發展 那麼中國近現代藝術陶瓷的發展呢 我認為主要是還是從民國開始 主要是從1911年到1919年 批古上我經過了這個三個時期 下面呢我想跟大家呢簡單的介紹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民國慈禧 主要是在1911年到1919年就是這個民國 第二個呢上面呢甚至新中國慈禧 也就是1919年解放以後到1978年 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 那麼第三個呢就是當代藝術陶瓷 那就是從我們中國改革開放以後 1978年以後到現在的一個過程 那麼民國慈禧大家都知道 這個在這個EVTIA裡面 都不到大家的一個重視 這個以前我接觸很多的這個專家 包括武武王啊等等一些這個機構的一些專家 他們都把這個民國慈禧呢稱為叫新詞 而且呢都非常的不行 都認為這個東西是不成很值錢的 不成很值錢的 那麼就是說這個民國慈禧呢其實 但是我的觀點還要更多的是 因為它是據這個清代這個綠藥廠老名之歌 它更多的是一個擺放 擺發其放的一個私人 很多的這個以前的官藥廠的一些衣人 畫師 博文系這個從事這個 包括這個技工工人 散落到民間 通過民間藝術套的飛動 起了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那麼民國慈禧裡面主要包括的是有 工訓詞 將其慈業公司的智子 一些竹山八野和一些民家的慈禧 這裡面當然也包括這個福良草校 講中正用詞等等 因為這些看見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 也是在最近的紀念裡面 慢慢的大家開始說這些 那麼首先呢就是民國慈禧的主要的 叫做洪宣詞 洪宣詞呢是隨著這個清朝風紀抵制的 這個滅亡之後呢官藥 因此呢就成為了一個歷史 就是我們說民國沒有官藥 但是呢說沒有官藥呢 在民國初點的時候 袁世凱復配稱禮 他定國號為洪宣 也就是1916年 那麼他這個當時也是仿效 這個我們清代這個制度 設立的御藥廠 並且呢派出那個當時叫郭世武 是道地克正常 作為多童王去堅持 事稱呢叫洪宣詞 那麼當時呢 韓別子凱居住在中南凱的聚人堂 聚人堂 所以呢這個燒字瓷席的款 除了用洪宣的款之外 還有更多的用洪宣 就是反鴻書寫的一個諸人堂誌和諸人堂的款 然後這個皇帝呢也就是短命皇 就是當了八十多天的一個皇帝 所以呢這個燒洪宣詞呢應該說成事不中 能夠留下來的就更為現場 可以說是非常的稀少 其實我們現在想到能夠真正看到洪宣詞 是不多久 更多的在民國的中後期的時候 很多的仿製品 現在我們更多的市場 沖塞的是一個在民國時期的一些仿製洪宣詞 所以呢大家在收藏的時候當然也要多做一些 也就不要輕易地覺得 喔 迪卡洪宣詞 因為是民國時期的一個皇帝的事情 這個呢就是還是要注意 那麼其次呢這個 當時在晚清的這個藏人堂的這個池葉 相對呢就要消耗 那麼若果的這種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呢 這個池葉的生產成本應該說是矩增 那麼為了對抗日本和歐洲的進口的石器 那麼一九一零年之後呢 這個江崎池葉公司就強領了 年輕的以這個原來的玉藥廠 作為江崎池葉公司的一個總廠 那麼江崎池葉公司塑產的這個瓷器呢 也沿用了舊化的一些瓷器的一些工藝 工藝製造的工藝 基本上達到了這個晚清那個巨藥那個瓷器的水平 所以我們現在看民國瓷器 尤其是江崎池葉公司的一些瓷器的話 更多的可能也可以更清淡晚年的 像汪徐啊 到汪以後的一些這些藥和的這個瓷器相比 那麼這段時間是五次出現了 叫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的生產方式 進行開始生產瓷器 所以民國瓷器也有支持的一些進度 那麼提到民國瓷器 我們呢就不得不提這個 就是以這個瓷山法有為對果的 為起源的一些藝術家的出現 那麼在景德鎮這個瓷業整體蕭條的這種大環境下 那麼以朱山法有為首的這些藝術家呢 他們的這個唱作 卻把中國的陶瓷藝術 影響了一個歷史的新的篇章 在今天下午 我的發言中我也提到了這個觀點 可以說這些藝術家 是我們整個二十世紀這個景德鎮陶瓷藝術的 他們是一個改革的先曲和改革先鋒 那麼這是因為他們呢 我們中國幾千年的這個陶瓷工藝 終於漫向這個藝術唱作的一些年 那麼大家知道以前這個清代的時候 主要是這個觀游志祺啊 受這個藝術家的那個跌縮 所以不能就是說這個在上面落寬等等 這個收到很多的制約 那麼除了民國時期 除了這個朱山八尤這個 這時候都會藝術家之外 那麼更多呢 譬如說還有朱山八尤的一些老師 潘濤宇啊 汪小堂啊 一些後續的藝術叫叫小八尤 小八尤 多維這個時代留下了很多的精品的志祺 等於說我們看戲目前 像第一屆的圖片都是朱山八尤的老師 這個潘濤宇的一個作品 一個花鳥的分彩 我們稱民國這個詩戲 我們這些作品都叫興奮才詞 興奮才詞 那麼第二副呢是這個 我們說著名的朱山八尤這個 三水華大師 汪小堂先生的一件大作 那麼這件詩戲呢 剛剛在這個 上半年 我們這個剛剛幾千六月份 在這個北京萬榮 那個當代藝術套製排名會上 拍出了460萬的一個價格 這個確實是非常厲害 而且呢這件作品是汪野平先生 目前為止我們發現的是一個 最大的一個雷劍的奇形的一個作品 而且呢它是由這種拍光的形式來表現 其實我親自也見過這個事物 非常的有鎮壓力 比起這個應該說千榮萬榮 不選擇 那麼在民國時期的這個整個拍賣市場當中 那個朱山八尤呢 也是這近幾天來發展最快 並且握握打破這個世界紀錄的一個版塊 那麼這個 大家看到的是這邊 左邊一套是這個朱山八尤的八塊示範的一套 也是在六月份這個北京萬榮這個拍賣會上 一句判出了1500萬的一個價格 那麼旁邊一塊是朱山八尤王大凡先生的一件分彩 分彩作品 那麼這件作品呢 其實是一成六的一個中堂尺 其實尺寸也不算很大 但是呢這個 成交價達到了506萬人民幣 也依據刷新的王大凡這個一成六 這個作品的一個紀錄 目前呢這個朱山八尤啊 這幾年它的整體這個行情啊 爭索非常的巨蠻 分可去 幾年前一塊翅板也是賣了 十幾二十萬 但是現在一塊一乘二的翅板 都要上百萬 都要上百萬 用每天來計算的話差不多要二十萬 所以這個增長的倍率應該是非常快的 那麼其實這個圖片上大家看到的事也是 今年春季拍賣 北京保利這個現當的一種陶瓷 拍賣轉成封面 何許人那個分彩三水長條 所以這幾年都要掛屏 總成交價格是 成交價是兩千兩百四十二萬 也依據刷新了何許人 他的個人的那個拍賓的紀錄 所以大家也不能理解說 以前這個東西是沒能要的 而現在無數是認為無數人值錢的 那麼最多像這樣一套東西 只能賣一個幾十萬 十年前可能也最多賣一個幾十萬 但是十字經的這個珠商賣藝的作品 卻是讓人過目相看 旁邊的這件作品也是在這個 今年春季那個保利春季拍賣會場 他拍出了908萬的一個獎 王吳先生的作品不僅僅他的青花作品受了最多 同樣他的分彩作品也可以排出非常高的一個價位 那麼剛才講的是民國一新時期 那麼1949年之後新中國成立了 這個景德正的職業發展 也邁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新的時代 國傭企業的建立 沒有要替代這種財產來燒製 一切呢 景德正陶瓷學院的建立 一切對於傳統知識也採取了一個衝勁和挫勁 那麼我們大家都認識的 這個其實解放語科更多的 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說這個像那個 奢拉市場 景德正有名的奢拉市場的建立 那個像建國市場 建國市場 它當時也是一座單身有 為主的工廠 而且呢它當時 它是恢復了平產多年的那種 均衡、季衡、美根傳 我跟著一些 天青又、鬥青又 在清代時期都是很珍貴的一種優勢 到了建國市場 最後給我們把它恢復起來了 還有呢就是 藝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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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更多的把景德正的 那些老一輩的藝術家 把它寄居起來 那麼藝術的建立呢 其實為我們這個 國家也好 為這個社會也好 創作了很多這個 寶貴的財富 現在的這些50年代 60年代 來自於前世 80年代的一些藝術作品 現在在整個中國的 攀拉市場上 都有非常好的一種表現力 非常好的表現 那麼在解放以後呢 我們這一個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這個時段裡面 金德正是他製造的一些瓷器 金德正陶瓷美術家 鬼製的瓷器 我們基本上從1959年 到1999年為止 那麼金德正呢 當時共有這個 這個陶瓷美術家稱號的 和到金德正是人民征服 陶瓷美術家稱號的 總共有五色五位 有五色五位 這也是當時陶瓷界 版法的一個最高的 最高的 那麼當時呢 一些文革 包括七五零廟 七五零廟 老主席的文字 主要是 主要的這個三大 這個版法 然後呢 這種關係呢 它也是一個 從頭的一個關係 當時的一些大師的 這個大師 並不在這個 作品上留名字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就是說 製作的這個 藝術的作品 它又像清代一樣 就是說 沒有藝術家 若狂 沒有寫名字 我們現在所謂的就是說 在師師堂界裡面 這個 有一個新詞 叫 五六七 所謂的五六七 就是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這些藝術時期 現在呢 也受到大家 開始越來越重視 受到大家的嘴討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師師堂 往往在師師堂的 這些作品的時候 有的時候 也會往往的 可以去追溯 這一段的歷史 最重要的 其實今天下午的 這個一個 叫 尤其教授 他也講到 這個介紹 記得在很多大師的時候 其實 我們看的有些作品 就是這些大師 當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製作的作品 大作品 那麼 比如大家看到現在 這個圖下角 就是這件作品 墨彩 遼近的人物詞 是由江西省公益美術大師 但是夏聰隆 在藝術瓷場裡面 當時 他唱作的一件作品 那麼 這個墨彩苗精 其實我這裡也簡單跟大家講 墨彩苗精 它始於 應該是在雍正期間 雍正期間 那麼到了青年末年的時候 墨彩苗精 已經幾乎有所穿 因為這個工藝是比較複雜 因為他這個墨彩 在畫墨彩的時候 他要兩個手來做謊 一個手拿著一個紙 就是 他這個金都是用二十四開的本金 揚成一種精髓之後來畫 勾現 所以他的製作難度是特別高 所以這種農技法 到了青霍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生存了 在明國時期的時候 有一位商人 當時拿到一個殘片 就是破了一個殘片 就是找到夏聰隆 當時的師父 叫周祥福 問他能不能 我喜歡這個品 給我寫一些畫 所以當時呢 周祥福這個勞彩 通過不斷地嘗試研究 結果呢 把這個計劃 參眾的計劃 又把它採取出來 大複雜 結果呢 在明國時期 也適合了很多 打打揮舞的隊伍 所以啊 這個墨彩苗精 一個工藝比較複雜 再一個呢 取涉了這個 城市量也非常少 像周祥福的作品 現在一旦市場露面 都是上百萬 來取七百萬 所以這些作品 都是非常的珍貴 那麼夏聰隆這個 夏聰隆的作品 目前呢 應該說 也在市場上 也得到了大家的一個認可 因為現在這個 因為周老師已經已故 現在能夠真正在景正正 在這個領域裡邊 傳承下來的 就只有夏聰隆大師 這麼一個人 但是呢 夏聰隆大師 現在也是已經滿包了 今年已經多六十七歲了 他雖然老是在感嘆 這個賀己法人 其實沒有人 連一些人吃不起這個 不願去學這個 這個工藝 所以他老是在 到處在呼籲 甚至那個 他還是要有學徒 能夠來跟進 但是呢 確實是因為 做這個學徒 去 夏聰隆往下 他說 我們最起碼 拜師要六點一次 才能佔顧這個奇妙 不像說簡單的 我們說清華詩 我們隨便大家當集的這些 隨便可以圖 用不了幾個月 可以畫得很好 只要你有一定的繪畫技術 雖然這種奇妙 現在也是得到大家 越認可 因為越是要得到寶負 更多的要得到一種傳承 這些非常珍貴的作品 城市連佛頓的作品 他在拍賣市場的表現 確實是也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下 右下角的這件 辛才商城蓋碗 我們家家夫婦應該說 都很熟悉 這種瓷碗 應該我們小時候多用 但是呢 這件不一樣 這件瓷碗呢 其實是在 楓心瓷場 當時為國家領導人 特製的一種保溫的器 它的瓷碗是用上層的瓷碗 其實它中間是空的 中間是空的 那個從拉胚修胚 上右 全都是收工來運作的 其製作的難度呢 不要當時我們說的 這個彈口碗 火臺碗 珍貴的是 此館裏 館裏面呢 還會有這個 商魚 商魚 這個商魚呢 這個也是一個 它每一個器品裡面 都有兩條意義圖所在裏 那麼這兩份瓷碗 是我們現在的 這個 也是在清華領域的人 就要有造業的 黃麥就大師為止 所以能夠平時大家如果說 在市場或者在某一個地方 發現的話 不要看它是一個碗 其實這個碗現在是價值變成 價值變成 從1978年以後 我們也所謂的說 改革開放 開始 可以說中國當代 藝術陶瓷的唱作呢 又一次決心 又一次決心 那個 傳統派 我們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 現在所謂的大師 大師 這個學員派 也就是學校的一些 講師跟教授 以及一些原本 從事於紙上回畫的畫家 開始嘗試在市場的一種唱作 這三種力量 是當前中國藝術陶瓷 這個唱作的一個主義 那麼大師的作品呢 繼續傳承了中國傳統陶瓷的一種精準 他們的那個唱作的技法應該說非常的淡實 非常的淡實 基本功非常的雜實 比如說 像我們這個 中國工藝術大師 這個王謝良老師 他是錦德鎮第一位被評委 中國工藝術大師的這個藝術家 這個老人其實他畫的作品 其實大家看到的這一件 它是屬於一個傳統派的一個對象 大家看到的這件作品 他畫的是《黃山西海》 當時它是一個寫成的作品 據王老師回憶 他這件作品當時是在建國職場所畫 而且當時在1985年的時候 他們作為這個過陶瓷所的一些這個老師 研究員 他們呢也是所以這個定點資源嘛 下方到這個這個藏尾別方去畫 他說當時畫的條件也是滿天 然後他說不要吃飯了 就一茶杯都要自己帶去 喝茶也要自己帶茶去 這個那個年代的一種模式 那麼當時這件東西燒製成功的時候呢 其實王老師自己本人也沒看到 他畫好之後呢 我已經做了 進了窑路去燒製出來之後呢 被當時的私益公司的一些經營公司 就賣到香港去了 所以這件作品呢 是我有幸在香港的一個長家手上得到的 得到的 那麼這是在2006年的時候 遊戲我得到了這件作品 當時的價格是10萬港幣 那10萬港幣 但是這件作品 如果現在拿到拍賣市場來拍的話 它的價值應該是在150萬港幣左右 應該說這幾年的實際的增長 增長是非常之快的 這是看到的是王先生老師的 其實呢我們來看一看 比如說這個一些學員派的一些 這也是傳統派的 但是這個傳統派呢 也是一個景臨正的 相對年輕的一個工藝美術大師 叫宮華先生 他的一件作品 但是他的彩繪呢 是介入的很多是 又有這個雍正的韻味 又有這個乾隆那個神采的 就是圍制的工藝在上面 那更多的他計畫裡面也採用了這個傻辣 他圍制這一件作品 據他本人告訴我 發揮了大概將近兩個多月的時間 那麼他這個特點是在哪裡 他的這個器型包括貪幼 他都是用這種傳統的那個技法來製作的 然後呢他本人呢 在這個福良郊區啊 專門有一個用材料 經臨正市政府特批了一個採藥來掃製 前天剛剛我收到他的東西 他本月28號又準備開藥了 他一天再開兩次藥 但是他每一次開藥 他所有的東西都被人家可以一強而攻 因為他不僅僅在揮制一些具有傳統的記憶的一些作品 更多的他還在複製我們比如說清代明代的一些官僚瓷器 那麼這些瓷器呢 連這場的講可以一強斷陣 所以呢包括我們現在大家都拍賣時尚去拍賣時尚 更多還是要擦亮眼睛 擦亮眼睛 有現在的這個仿造技術應該達到了一個非常好的功能 你不是一般的 我看一般的專家這個眼睛啊 如果你不經常去練的話 顧及也有三大手片開很大 所以不管是在國際這個大的拍賣公司 尤其在中國一些拍賣公司裏面 我看很多的驗品也是充塵在一起 所以這個要注意 那麼這件作品呢其實非常靜美 然後在這個也是今年應該說春季的拍賣會場 這件作品我記得應該也拍出了二十多萬的一個價格 所以這個傳統的東西還是在市場上廣受歡迎 下面可以大家看這一幅也是一個學員派的隊友 那麼剛才我們講的傳統派是聚成一種傳統的理念 那麼學員派它更多地融入一種新的地方 就是新的演性的思想來進行一個淘子的再創作 所以他們的作品更多地具有更多的思想性 那麼這件作品呢在今年的一個上半年的拍賣會上也拍出了三十多萬的一個獎 三十多萬的獎 那麼今天也其實很好啊 我們這個吳曉君教授今天也突然降臨這個現場 這個吳教授他雖然他是幾個陶瓷學院畢業的 然後呢他現在從事教育是在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學 討理系這個浙江 他呢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有充滿這個思想之感的一個藝術家 所以呢他的藝術作品在近幾年的中國這個幾大拍賣公司裡面 都有不錯的一個表現 下面我也會談到 大家也看到這點產品 其實是我們著名的這個浩子教授 周伯貞老師的一件架作 平時很難看到很難看到 這件作品呢是五十年代後期的一個作品 那麼這個呢是周伯貞老師在那個 在布桃園鎖當時工作的時候 那個唱作的一件作品 那麼這件作品呢也是通過高溫生幼來表現的一件作品 那麼這座作品我認為是極其的難 比起這個我們說比起一些官有志祺啊 更值得收藏 更值得收藏 因為這種不僅僅是工藝的問題 它是屬於主要是一個藝術含量特別的藝術 因為周伯貞老師呢 他是屬於在吉德盛這個學員派裡面屬於 屬於比較正宗的我們所謂的學員派 他是這個中央美院雕塑系畢業的 當時他這個這生五十年畢業之後 到這座的到吉德盛區 刻錄到中國當代所謂的唱作這個語言 那麼去年他剛過《法治大社》 周伯貞老師呢 應該說為中國當代藝術陶瓷的 在雕塑裡面 他應該做出了一個巨大的工錢 他的作品現在也是同樣在市場上廣受歡迎 那麼這裡面呢 我還得要講一下 剛才說的我們要學員派 那麼這裡面更多呢 我要講一點叫畫家畫質 這個管道 那麼今天可能大家 來日子前我也相信大家 在下面已經看到這個 非常好的一個專欄 那麼這個專欄裡面呢 做官方呢 誒 我來的時候也感覺眼睛一點 為什麼 我看到了周德群老師的作品 非常的難 非常難 周德群老師當然大家都不知道 是我們真正的一個 就是華人這個藝術家裏面 也是一個頂尖的大師 但是呢 他的作品能夠在實際 這個摘集上的表現 其實是非常難的 非常難的 平時我們也很少見 很少見 那麼周德群老師的作品 其實在拍賣市場 同樣他有非常高的表現 我記得在前年 一家拍賣公司的拍賣會上 他的一件作品 單件作品 拍出了670萬人民幣 這樣的一個家庭 而現在這次轉眼裡面 我看到這四件作品 我也非常感激 非常激動 真正的大師的作品 大師的作品 這些作品值得大家去收藏 那麼這三部分的力量 也是目前整個拍賣市場上 比重最大 成長最快的部分 這裏呢 還特別給大家看一件作品 這件作品呢 也是我們這次專案會上 一個主要的一個美術家 竹羅根教授的一個作品 也是在剛剛那個 接受的2012年的春季 春季北京保利拍賣會上 這件作品 拍出了他個人的一個成交的紀錄 那麼這件作品 為什麼能夠拍出 如此高的價位 是當代的 而且他是一個活著的 一個藝術家 為什麼能夠拍出 一千多萬的價位 差不多價近兩百萬人民幣 一個呢 這件作品呢 它是一個古彩工藝的作品 那麼這件作品呢 因為它是用古彩技法 來回證 紅綠產 那麼竹羅根老師 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看到他當代的 現代的東西 對他這個古彩的東西 可能瞭點正常 因為竹羅根老師呢 其實他的父親 當時呢 把他定位了 為什麼呢 當時叫他去藝術市場 去拜了誰的歐陽光歐老師 歐陽光歐老師 歐陽光歐老師呢 歐陽光歐老師呢 所以呢 他這個古彩其實在幾個 比起分彩來說 他的工藝難度更加之高 為之的 這個要求 技法更高 所以呢 當時這個朱老師呢 也是 從血統開始 在這個 古彩這個計畫裡面 得到一些好的 一些教育 好的教育 所以那個唱作者如此大器 這幅作品呢 是兩米乘一米乘一米 它總共有兩米乘一米的大字吧 又換成組成 所以這是一幅 巨幅的陶藝 當代陶瓷作品 那這個 在這個 北京保利看案會上 一舉拍出了 這個 一千一百五十萬人家 當時現場 掌聲內容 確實是 我沒有維持的 教育 中國當代的藝術作品 也可以邁入千萬的行為 這是值得大家的教育 然後呢 從市場的發展來說 近現代藝術 在整個藝術收藏體系當中 還有在開發的領域 還很多 那麼 它在這個近十年 人之說 近五年 才被藝術市場 才留意和管理 比起中國明清磁器 比起書畫 油畫 它的價格 本來是不疲別的 所以我是說 為什麼呢 這個 上個月 我在北京 傳遞了一個 中國當代藝術投資化 在人材上 所以記者採訪我的時候 這個 我起來一句 其實中國當代藝術投資 比起書畫 更有投資家 可以 中國書畫 這幾年 當然在拍賣市場表現得非常不錯 都已經邁入一月時代 我們成為 我們七百次的畫 包括李可蘭的 張大錢的 都已經邁進一月時代 一張畫 一個多億 兩個多億 甚至於拍了四個多億 那麼 其實中國藝術投資 我們剛才說 朱洛根老師這件作品 才拍了一千多萬 但是我們已經非常感到的竅鵝 但是離藝術時代 還有很大的一個距離 所以說 我認為 中國當代藝術投資的板塊 它將來的潛力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因為當時記者採訪我的時候 我講的這句話 其實也引起了大家網上的一個真人 這個 我那時候這個 為什麼說藝術投資 它有這麼 比起書畫的各種東西這樣子 我說首先 投資是土與禍的藝術 再加上人文思想的注入 把藝術家的思想注入在裡面 它更加是不可扶持 所以這些作品 當然 它是不可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畫紙畫相對於容易 但是你要稍費精 好的藝術投資作品的話 那是非常難的 我簡單的給大家介紹一下 市場發展至今的幾個時期 第一階段是初時期 大概也是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 我第一次去體格陣的時候 也就是在1990年 當時我也是 跟大家的心理一樣 總為之收藏 總為之喜歡土腦才開始 所以呢 應該說在今的這裏 也交了不少的學費 交了很多學費 當時呢 這個馬克德裏的錢 也基本上都套空了 套空了 也很多的 上了很多的大 上了很多的大 那個時候 那個時刻 其實在九十年代的時刻 八十年代的時刻 其實更多的 像日本的很多 做生意的 一些商家 多到中國來做貿易 更多的人 他們也會去幾個陣 當時都是一個策畢 一個策畢的 把中國的好樂 自己也拉到日本去 拉到日本去 那麼當時呢 其實應該說 價格相當地便宜 後來據我考成八十年代的時候 這個 我們這些藝術家的作品 也區區整個幾百塊 幾百塊已經所貴 甚至於有的作品 整個幾十塊 甚至幾塊都有 那麼到了這個 當時我記得 最頂端的好的作品 也就是賣了一千塊的 人民幣 那麼到了這個 九十年代初期之後 這個香港 應該說是受到了 日本 台灣 新加坡的一些影響 開設了幾家 專門經營當代藝術套層的 大型的持行 這直接影響了 內地的收藏市場 特別是廣東 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 廣東也開始出現 一些當代藝術套層的 專門的影響商店 他們當時從景格鎮的 這些大師和藝術家身上 這些的訂貨 從中國的藝術家 然後拿到中國的藝術城市 進行一些買賣 我本人也是在九五年的時候 開始接觸到這些 國內頂尖的一些藝術家 尤其是景格鎮的這些大師 這個教授 也慢慢著目的轉向於 當代藝術套層的收藏 九十年代應該說中後期 就是說 可以說國內市場的關注度 對這個漫畫還是比較小的 前面提到的景格鎮市場 其實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倒閉 我記得是1997年 景格鎮一夜之間 十大師場倒閉 所以當時我跟他們的思維書記 其實講的也許不太好聽 我說你這樣是臨時的罪名 對吧 我們這個見過以後 幾輩人的心血 凝聚起來了中國士大師場 結果在葉子全倒閉 在那裡 其實為了這個企業 為了虎口 就是說為了法工資 沒辦法的情況下 他只好想拿 借賣資金 我記得當時 他們那個倉庫怎麼賣 賣資金 一個倉庫裡面一條貨界 六十米長 他就知道這裏多少錢 五萬的內幣 那個板車 金德鎮拉你的那個大板車 可以拉多少呢 可以拉幾次車 就是三十多車 我記得 現在我們說 隨便我們一個板車 可能可以持續多的家 很多人都要騎完 上去 其實我在這個理由裡面 我也失去了一個機會 當時 這個 景格鎮藝術廠的那個 代理廠 叫 李政壇 現在是景格鎮 人民政府的那個 藝術廠 他當時就缺錢 就是要花工資 他找到我 他說請我幫忙 這個能不能 解決十二萬人民 其實當時呢 可能我的這個判斷力 也不夠正確 他當時說 他們在 藝術廠在上海 顧過新的一個 黨創部隊 有七十多屆 當時景格鎮藝術廠 繞一人的一些作品 他說 這些作品不全給你 你只要給我十二萬 我要繼續發工資 但是呢 當時你說哪十萬的秘笔 不是說拿得出來 拿什麼可以拿 但是一下子 讓我說拿十萬塊去買 七十多件瓷器 可能我的這個 當時的這個 類似啊 可能還在也不夠 所以呢 跟這筆瓷器 甚至不一樣 那麼這筆瓷器 其實我們知道 這裡面都是頂尖的 這個 藝術家的作品 都是老一人的作品 現在隨便拿一件出來的 都是上來的 還買是上來的 那樣上來的 所以呢 這個 確實啊 這個 在此前的 一段時間裡面 大家對這一個 關注 是非常的小的 這個 而且呢 這些名家的作品 價格十分低 我記得王歇良老師的作品 當時也就買幾百塊 到了九十年後期的時刻 只有買幾千萬 當時大師教授的作品 都是在三千萬中的 我呢 當時這個 也收藏了一席 收藏了一席 記得王歇良老師的一把符 我記得九五年收藏了一把 王歇良老師的一把符 當時一把符 只有多少錢呢 六百塊人民幣 那現在一把符 多少錢呢 六十萬人民幣 柯下而知這四多點的 這個 增長的悲哩 確實是蠻精 那麼到了這個 2002年以後啊 其實可以說 是一個 我們當中的 套餐廠廠廠的一個分水嶺 國內的 藝術廠廠廠的需求呢 也開始提升了 提升了 提升了 最明顯的現象 現象是什麼呢 我記得很深的 其實 之前有一批 這種 四五歲年代的 那些 老藝術家的 這些子女啊 這一個階段 九十年的後期 大家都不願意 從事這個 陶瓷廠廠廠 更不願意 從事這個 陶瓷廠廠廠的廠 我們說 陶瓷廠廠廠 賣了什麼錢 這個動物 工作也很銳 所以呢 他們就 專業 這些大師啊 教授都可能 叫自己的子女 去從事這個 阿基產業啊 電腦啊 等等其他的一些 產業去發展 但是 02年之後 這種情況 有所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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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紛紛 繼承 嘉義 有些小孩 到了外地去啦 或者到了其他城市去工作啦 慢慢地都把他們造回 這個 來 快點來學陶瓷 做陶瓷 做陶瓷 那麼 剛才我們提到 這個 錦德鎮一個 莫財大王 這個 夏總雄老師 同樣 他兩個兒子 都去學阿基產業區 都在上海工作 現在其中一個 小孩 已經 就在今年 剛剛 回到他的身邊 重新拿起 這個 這個 來開始 繼承這個 產品這個 技法 這也是我們的 新型 新型 那麼 這種現象 其實也是從 一個側面 反映了 我們當代 藝術市場 市場的一個 發展 發展 就是說 需求量 增加 那麼 特別呢 我認為 從2006年以後 中國 公益美食大師 平定的 恢復 這次 接了 藝術 陶瓷市場 那麼 也引發了 新的那個 市場的一個變化 那麼 這個大家知道 現在這個大師的作品 很實現 所以錦德鎮 現在的 國內 這個平定這個大師 這個很 很人道 很人道 這個 很紅火 那麼 大家知道這個 平定大師 是從1978年 中國第一位陶瓷 藝術大師 是王先生老師 是王先生老師 以後呢 這個 四年一屆 四年一屆 但是到了1997年的時候 又拖了一個庭城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麼現在呢 就是說 這個 根據我一個統計的數字 可以到底告訴大家 2002年到2007年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和一些教授的作品 它的增幅達到了320%之多 它的年增長率 高達30% 那麼這個數據其實可以按照評価 藝術品投資 這個 應該說我們按照這個 西方或者美國的這個 年投資回報率的話 正常是它的回報率 藝術品要高於金融 地產 包括工廠 但是 它的增幅 應該是正常的增幅 藝術品的年回報率 大概是20%到25%之間 但是 檢德政 中國藝術 考慈的這個增長 這幾年 達到了35%的一個回報率 所建立 這一塊市場的一個 一個美麗 一個前例 那麼從這個08年開始 當代藝術品 此市場的發展呢 我認為 進入了 第二波的一個高峰期 高峰期 其一呢 是由於 中國民營資本的加入 失去 失去 怎麼講 就是說 中國的 很多老百姓有錢 一些小藝術 一些私人的企業家 著目的 開始進入到 當代藝術套市的 這個市場漫畫 尤其是08年 在世界金融危機之後 藝術品的保值真正能力 被捉獲了 體現出來 再加上房產 地產 股票市場的調控 使得了大量的民間的流失 都進入到整個藝術套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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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裡面 當然也包括 對於當代 持續的收藏套市 另外一個方面呢 就是說 七二呢 主要是 像中國 一線的販賣物資 譬如說 加德 保利 在從08年開始 都把當代藝術套市 作為專項板塊 來進行專項板塊 所以這個 也是從二級市場 也是有力地推動了 中國當代藝術套市的民間發展 所以近幾年 國內 當代藝術套市 非常地火爆 火熱 所以前面大家看到的很多作品 這裡面呢 我當然也在跟大家介紹一些 中國當代藝術套市的一些發展 方面 那包括呢 就是說 一些世界的知名品牌 這兩名也紛紛找到了 當代時期呢 與藝術家進行合作 化解合作廣場 那麼這個 大家看到的這是去年 這個馬克思品牌 和中國 陶瓷藝術家 以當代藝術陶瓷的形式 進行了一種化解合作 我們稱它 這是化解合作 那麼這個 此次 他跟李曉峰先生的合作 已經是 《南靠斯》 《夏爾爾》 《收藏家》系列的第五季 也是 《南靠斯》首次選擇 和中國藝術家合作 那麼此距呢 我認為不但表現了 《南靠斯》 對於中國文化的欣賞和熱愛 也充分證明了中國陶瓷文化 以及當代藝術陶瓷這種表現形成 在世界文化之中的顯著地位 《南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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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大家看到的 這是一輛 《南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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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 《法拉利599》 中國先生版藝術典藏好車 以1798萬的價格落垂 被我們上海的一位藏家 受藏了 所以這兩道好車現在在上海 那麼這兩道好車 為什麼可以拍出這麼大的價位 其實它就是用了中國的元素 它用了兩個元素 大家看到嗎 這是萬一 是用了宋代歌謠的文庇佑 那麼這個倉意也是在我 在我上海的這個 工作上裡面的一個倉意 結果促成了這麼一個 一個拍賣的一個作品 第二個呢 它就是說 這個啟動兩個字呢 它是用了中國的那個鑽體 鑽體 一個印章 就是一個啟動兩個字 用了中國的 一個印章 就是這麼兩個元素 是一輛很普通的法拉利跑車 這個變成了一輛豪車 1799萬 這也是可見這個跑車的一種魅力 其次呢 這個大家看到的 也是剛剛下午我們 朱老師自己也談到的這個作品 那麼這個作品 是中國陶瓷藝藝術家 主唱的韓國陶瓷音樂宮殿 由麥靈契樂廳那個主持的 一個藝術打坐 也是我們這個 朱洛根老師的一個 大作 那麼這件作品 呢 確實是非常地正濟人心 其實大家看到的 這幅淘藝墻叫聲蔽之字 Vide 我本人也是看flu老師 在他的工作社裡面 一屆一屆慢慢的 歷事兩年多才自走而走 這個其實也是中國陶瑜家的一些驕傲 能夠在世界舞台上去做這麼大件的作品 而且韓國也把它做為一個新的十大藝術建築 而且在麥林音樂廳收藏演藝的時候 有韓國藝術家古文學叫《生命之光》在現場進行演奏 作見中國陶瓷、中國藝術陶瓷的美麗 剛才我們已經講到08年之後 我們國內的一些知名的海賣公司 《歐國》家的《歐國藝術陶瓷》 都開發了當代藝術陶瓷 我想在這裡也給大家看一些案例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我們著名的周古正教授的作品 《順水牛》也是在我們底下有傳史 《順水牛》走進了紐約 《順水牛》其實在2009年的時候風洞中國 有當時一篇文章叫《順水牛》走進紐約 2009年是牛年 更多的時候他就說他當時在首都 國務廣組發了一個叫《牛臉順流》 《牛臉戲牛》作品大臣 結果我們周古正老師的《順水牛》走進了紐約 也是唯一一件入選的當代藝術作品 這些作品其實在2009年的時候 它的拍賣成交 起拍價當中的顧價只有兩萬 結果成交是幾萬三千五 到10年的時候 同系列的磁雕 蜀年的磁雕 《盛世瑞蜀》 在北京大高成交的是十六萬五千 到了今年 也就是六月份 剛剛提出的《北京萬路》 再次拍賣 舉牌周古正的作品《順水牛》 以十二萬起拍 最終的成交要達到二十五萬三千 其實從2009年到2012年 其實他的一所名的增長空間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其實呢 這是中國美院 劉正教授的作品 他在2008年 《中國家》的時候 拍賣會上 這拍出了三萬五千八的一個獎 到了2009年 他的作品 拍出了七萬六的一個獎 也就是差不多一萬美金 但是到了這個 一零年 春拍 他的價格一下子就突破了二十萬一千人 二十萬一千人 可見 也就是追證明這幾年的一個發展 同樣我們這裡看到的是 吳小鈞教授的作品 他的作品 同樣在2009年 加的秋季拍賣會上 就拍出了六萬多的一個價格 但是到了一零年的春拍 他的價格就突破了八萬多 然而到了今年 二零一年 一二年 春季拍賣會上 吳小鈞所拍的總和章色 西陽 西陽七山 成交價達到了三十三萬三千五百塊 其實這幾年藝術作品的增長 確實是非常近 非常近 那麼這裡呢 為大家總結一下 基本的一些價格 那麼誰東西 多少高的一個屏 價格在多少多少 這個東西啊 就是我們這個價格 其實呢 這個市場的價格 其實還是要看這麼幾個方面 我論過一下 就是說要從四個方面 進行一個總和的評定 那麼捨當其中的 就是作品的藝術家 所謂叫黃金有價藝術家 如果我們光看大件貴 作品的大件貴 小件便宜 那賣的是材料錢 而不是藝術錢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幅作品 都是用高溫 顏色用來進行創作的 兩件作品 尤其是這邊一件作品 這個是朱基安先生 一些高溫深誘鬥才的一件回畫作品 那麼這件作品的可謂之處在哪裏呢 我論首先是原唱 他的作品是一個原唱的作品 他不是超級 不是淋漠 不是蟲絲 一個呢 高溫深誘大家都知道 你要叫他蟲絲一件很難的 很難的 第二個 他的回畫性也特別強 這件作品 它源自於生活 它是在一個景德鎮蒼江邊上 它是一個寫生的作品 尤其是他旁邊那個漁船 他的一幅寫生的作品 當時他看到這個清景者 在拉網 沙網是統一的時候 那個景點 他就說 因為身邊他沒有那個紙 他從地上撿了一個川金紙 結果就割了一下 把它割起來 那這張紙啊 我說你要 很珍貴啊 為什麼 他這個原始於生活 原始於生活 這件作品呢 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在香港這個武漁專欄會的時候 亞洲藝術模樣會上的時候 結果被香港的一個廠家 所收藏 當時這個廠家出價 就收了二十五萬 應該說是莫非的一個獎 拿過 旁邊一件也是 這個是 也是 朱文先生的一個作品 朱文先生的作品呢 其實看上去簡單 他是用這種大色彩 來表現的一個作品 其實非常的大氣 非常大氣 而現在都是高門延伸 也是不可複製的一些作品 那麼這些作品 作文員至於算 這個藝術家 他特別喜歡 採風 寫身 整天開著一個火車 到頭跑 到頭跑 捕捉 生活的一種 甚至 那麼這些作品 我認為都應該值得去收藏 第二個我也講的是 公寓的標準 這個陶瓷之作 大家知道了 有十八道的公寓 十八道公寓 那麼要從開產這個全古城來看的話 更是要七十二道公寓 而現在要立即火的考驗 所以我們說這就決定了陶瓷的藝術品 是奪一無二的牛 不可操控器 大家看到了這件作品 就是前面我所講到的 這個夏聰明大使的一個作品 也是莫采苗清的一個天生圖 十二品 那麼這件作品 在去年秋季拍賣會上 北京寶地的拍賣會上 拍攝了三十五萬的一個價位 也是被我們上海的一個廠家的收藏 其實他在零八零九年的時候 他的作品價格也就是七萬 大概就在四萬到五萬的地方 結果這幾年 其實這種傳統 有特殊公寓 這種公寓面臨盛傳的藝術作品 特別的社會化 大家看到這件作品 這件作品也是我們這個 著名的這個 朱瑪根教授的一些獲獎作品 這些作品其實有一個故事 這個朱老師今天還在跟我談這個問題 當時他坐在我旁邊的時候 向我們討論個字 他說要問我還得要問我 接著這件作品 這件作品是我2004年的一個收藏 這件作品 它是1990年獲得景德鎮首屆 國際陶制博覽會的金獎的作品 但是這件作品呢 展展了四多年 從景德鎮到福建到雲南到北京 又到南昌 最終又歸根到景德鎮 但是最終我在景德鎮被我收藏 我不是從作者不能收藏 也是從通過好多長家的轉省 但是這些東西 確實是當時我用了一個 比較相對的影響 的四道手 但是呢 這是朱瑪根教授的一個重器 我們叫重器 為什麼呢 當時他能夠拿到這麼一個一登獎 其實我們政治台的獎益 他辦幾公司 當時大家知道 這個工資啊 漲一些工資是很難的 尤其是作為藝術家 要多漲一些工資 有的時候他可能要打架 打架真的很厲害 這個是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所以當時呢 這件作品獲得一登獎 他就漲到半熟的獎 那麼這件作品為什麼要講 其實這件作品我們從公益的標準來講 它是積極的難度 但是這種標準 因為你也知道 這個我們做元氣相對比較容易 但是做香氣 難度更加高 尤其是在當時的這種 梅藥燒子的這種時代 是更多的難度更加高 而且呢 這個香氣是用了二手片 黏片香氣而成 而且呢 這個香氣的難度高在哪裡呢 你看 它是一個六方 而且碎腰的 它有碎腰的 它不是說一個摺體的 我們四個面 想起來 它是 你看 中間大 兩頭最小 最大 最小 所以這種東西啊 其實在這個歷史上 也是沒有的 所以呢 當時這個藝術智場裡面 這一批 應該說朱羅文老師 當時他是比較年輕的 比較年輕的 當時所以有這種幹勁 才能去不斷地創新 不斷地去挑戰這個燒汁的這種難度 所以這件作品呢 而且呢 它是用古彩的技巧 表達的是新農層的奇才 叫農家樂 農家樂 所以這件作品當時獲獎 我認為是 確實是有它的道理身材 道理身材 所以這種作品 現在說去報廷的話 極其的珍貴 所以這個 朱羅文老師 我們說去報廷的話 叫他這樣做啊 可能有難度蠻高的 他也不可能再來 複製這些東西 但是對於這件作品 它是能夠融化 它是跟我倆的 打雕道經 為這件作品 已經從2006年 一直打雕道打雕道 但是呢 它現在在這個 它的藝術館 即將入層的時候 所以它給我提出了 這個藝術館 它說要問我 借這件作品 所以今天其實我也是很 慷慨地做這個表達 我說可以 但是必須屬上我的名字 為什麼 是由我稱海我收藏 這個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們跟藝術家打交到 藝術家有的作品啊 他其實過了一個時代的時候 他只要去衝突的話 是寒冷的 這要找到那種感覺 這要找到那種感覺 這要找到那個歷史時期的那種 工作的一個環境 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這種東西是 激起的有受藏的家 同樣 同樣這裡我們大家看到的這一件 是王志文打使的一個 威書作品 這件作品在去年秋季 北京保齡排行會上 拍出了一百多萬個價錢 一百多萬個價錢 那麽這個作品呢 其實我們稱之為叫絕記 絕記 為什麽叫絕記 它上面的威書啊 呃 其實我們用 平時我們用這個眼睛去看的話 看不出來 但是它寫的時候呢 它是不借助於任何的方法氣成 所以這是一種特輯 一種傳統的激發 這個我們用 它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但是它也沒有氣功 它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這個要練就這個東西 所以這種作品 為什麽 我們說這種作品 因為你說 如果哪一個人仿造這個東西 那個複製的話 這個人也不用去封 它能寫出來 它也是一個本事 也是本事 所以這些作品 其實很有收藏的價值 很有收藏的價值 那個 我們 我們看那個作品 要藉助於放大器材來看 但是做的寫是不用藉助於放大器材 為這個事情 我們還專門去了它的工作室 考證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現在大家看到這件作品 這個是送死 這個上面是清零上和土 底下全都是書法 這個書法 應該說非常厲害 上面 色斗王子 色斗王子 這件作品 當時中國電信 也把它做成了電信卡 是一炮四張裡面的第一張 這件作品是我的一個社長 當時生的時候應該說價格不貴 當時我藝術家買回來的時候應該說價格比較便宜 但是一年不到 藝術家本來就開始追這件作品 他不斷地加價 不斷地打電話或者要收回這件作品 但是呢我們也始終地沒有藍法公約 因為我知道 他這個拿回去肯定有他的道理 如果和藝術家他能夠重複 複製 他可以再造的話 他何必要從我們這些長家手上再拿回去呢 所以我們當時想這個道理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最終他的價位搓到了大錢 這位藝術家 因為這些藝術家現在很有錢 所以他也要把他的好的作品送回去 他本能夠搓價搓到五百萬 我們當時買的是八萬 其實裝作了那麼幾年 其實我們不要說這個市場的價格 藝術家本人他都願意出到這個價格 做見這種作品的一種魅力 那麼陶瓷這個收藏其實我講了很多 更多其實這個東西是很難的 我們剛才說了不同於紙上作畫 紙上作畫我們說圖一下還是可以 有些地方可以修修工 但是陶瓷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通過火的燒紙 很多的東西都會燒壞 所以要錯一件好的作品 錯一件精品是難上吃的 難上吃的 所以這個呢就有不同於這個紙上 這裡面也給大家講一件作品 大家看到的這是我們中國著名的 動物雕塑家這部正教授 中間這一件作品叫《雪豹》 但是這件作品大家知道 是一個偶然間得到的一件藝術家 當時呢這個景的正啊條件不大好 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燒製這件東西的時候呢 突然直接就停電了 結果這時候哎呀完了完了 這下完了肯定掃回來 結果當他打開寮門的時候 給了他一個驚喜 眼前呈現的是這件作品 是一件不可多的 一件特殊藝術效果的一個家族 結果這個鄭老師信息完了 一個停電 偶然給他得到了一件作品 後來他不斷地想去重複這件作品 因為當時一個日本N8部門 我出了一個很高的價格 一百萬二人民幣要買他這個東西 你想想他 當時我說了 作品才賣幾千塊 他始終是有一個賣的 因為這個東西他說 太多了得到的 是天人合一的藝術作品 所以這種作品 現在出了多少價格 藝術家都不會想 那麼後來呢周老師也是 不斷地去重複 不斷地去停電 到了多少多少把他電拉掉 到了多少多少把他 結果失業了幾十次 都沒有成功 都沒有成功 所以陶齒這個藝術作品 這種瑞瑞是無限的 無限的 所以說尤其加上 現在我們這個時代裡邊 我感覺到很多藝術家 有非常地有創造力 有非常大的一種思想品 前面我們下面 也看到 這個叫何老師 也是一個大學的教授 他的作品 其實我看的時候非常地感受 一看他的作品 既具有時代性 既具有時代強明的符號 更 今天下午我聽了他的介紹 更多 尽管我的英文不好 聽得不是很全 但是從我的理解裡邊 我就感覺到這位置 極具有思想性 那麽我們這個時代 其實更多地需要一種 有思想性的藝術家 來為這個世界 來創作這些好的藝術家 創作好的藝術家 那麽除此之外呢 還有歷史價值和一個 供求的一個價值 所謂 握體系違規 作品的價格與數量 應該說是成正點 是成正點 這個 同時呢 我們現在可以發現 目前這個市場上 古代陶瓷 正是將以上四種價值 平盤 集中在一起 那個價格呢 自然就比較高了 比較高 所以我們現在中國的時期 從2005年之後 中國人 作為中國人應該說 現在為止交 用時期 幫我們來爭取 這個我們看到的這一個作品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交換給郭子夏 那麽這件作品呢 就是在 2005年 它倡下了 中國時期的世界最高紀錄 那麽 這件東西呢 其實 當時一舉打破了中國時期的世界紀錄 確實了我們中國人興奮的一段時間 而且呢 因為它當時其實其他價格也不高 這個 我記得是在這個 2005年的價值本的拍賣會上 這個 仁登價值本的拍賣會上 它總共在路面八分鐘 因為它的旋轉是四列性的 當時也到了中國的上海 北京 包括香港 當時我也有幸親手 上了一下手 我身有幸的 上了一下手 結果呢 這件東西呢 跟我們華人的長家是設置交流 當時可能2005年的時候 我把我們台灣的一些企業家 總團去認認 但是呢 最後也沒想到 最後排出這麽高的一個獎金 所以呢 這件作品呢 儘管是設置交流 但是這件東西 非常的容易 為什麽能夠排出這麽高的獎金 是必定由它的道理所致的 那道理 首先這件作品 它是原來的一個中心 它是一個唯一能夠流通的 一件原輕化的任務 其他其間都有記錄 都在我們世界各地的博物館裡 其他 另外一個圓圓的東西 其實也比較少 真正優秀的 精品的 更加外面看不到 這個呢 這個呢 我是一個品項蠻好的 層次兩個技術 因為現在我們有的時候做鑑定 外面看東西啊 包括政界這些藝術品的時候 也看到很多的 原來的情號 包括我在工作上 經常有人送這些作品來 要求去拍賣 要求介紹 但是 可以說 世界裏面 就堅持一下 真正真品很安靜 很安靜 所以呢 剛剛我們說到 這是一個類似的家族 其二呢 它這件作品 有人物 有故事 現成類似的人物 青花刀 青花這個 這個 罐 被記者剛才說的這一期 保證在世界各個的自民博物館 這是唯一能夠流通的 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工程的價值 第三呢 這個青花刀 說 毀的圖 圖案呢 應該說 非常的靜美 它的 固料 這個青花料 這個發色 非常的漂亮 人物的科幻呢 應該說也是非常的 傳承 繫密傳承 所以我說可以肯定 這個是當時 不是一般的工医家 所畫的 作品 應該說 我認為 應該還是處置一些 比較高端的畫質 上 說話 所以呢 這個 又理想到我們最前面講的 藝術和工藝的價格 那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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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來的青花大幌 當時是在荷蘭的一個收藏家 收藏一個中山階階的一個 廠家收藏 當時 在十多年前的時候呢 當時 價值的給他 顧價值 過得很低 這給他兩千 兩千美金啊 所以人家當然不願意拿出來 後來就放在這個客廳裡邊 就放在音響的旁邊 放那個DV 要算了吧 兩千美金也算了 我們就不要拿出去 就放在裡面 但是 到了05年的時候 後來 價值者的工作人員 又想起 這個場景 後來 這區做動員 把它挖住出來 才呈現在 我們這個市人的面前 所以呢 這個 而這種 因為它是從兩千美元 到兩千 七百七十多萬美元 這個 確實蠻嚇了 而這種高的銅交價也是 我認為是有跟有緣的 有跟有緣的 它集中了我們前面所講的 藝術品投資的一個 三個要素 和這個作品的四項 平地 組合平地 這件作品可能大家 比較熟悉 這個 剛剛 在去年 這個 四月份 也是在紐約 單身的一個機會 我相信 在這個 可能大家對這件 東西也比較熟悉 在這個 蘇富比紐約的 春季拍賣會上 去年 這一間 這個 令市人 唏噓的是 民國時期的 瞭津 印花 分采 那麼 這件東西呢 就是 最終 最終成交的價格是 一千六百萬美元 一千六百萬 但是它當時的 它的物價是 八百萬一千美元 一千美元 一千美元 那麼 這件那個 劍南 瞭津開光 粉彩花牛 艾克松露佑的 盧與雙耳針呢 應該說 我們最後 給它評論 它確實是 一千六百萬 五十年 五十年 當時 蘇富比的工作人員 把它定性 可能是 民國時期的 一件 仿乾隆的作品 那麼 真是因為 由於這件東西的 判斷的生物 再加上 很多 中國的收藏家 可能對 暴政中 簡陋的心態 來到了 這個牛園 當時來了 很多人 我也說 很多的長家 也差不多 多來了 結果呢 這件 這件作品呢 應該說 怎麼講呢 這個 應該說 當時現場的氣氛 是非常的 非常的 那麼 大家都抱著 簡陋的心態 結果呢 簡陋 變成 肚肉 肚肉 這樣呢 這樣 最後才拍出了一個 正經事件 高牆 拍出了 用人民幣來核算的話 就是 1.18億元 人民幣 一百億元 那麼這件作品呢 其實它還是一樓 很殘 其實它在做過的事 是有破損 如果說 不是有破損 這件作品 我怎麼應該拍了 還要回 可能要過兩個億 而且它的 尚可 跟那個 善兒 那個 那些 多有 有點省 那麼這件作品 其實是 因為今天 為什麼可以講一下 其實 它是單身的影院 也非常的有意義 有意義 所以我再次再也講一下 所以我們只說 近現代藝術陶瓷 這個 潛力 是因為 包括我們剛才前面所聽到的 民國時期 像王滬先生也好 這個朱山巴也好 包括 解放以後的一些藝術大師 也好 這些人的作品的 價值 目前 還主要體現在藝術 與工藝的價值上 那麼隨著我們這個 國內 藝術品市場 迅速的發展 工藝 藝術價值 得到 大家的一種認可 也就一定會引起 這種 供求的變化 和追風 並最終得到 歷史的一種肯定 那麼一些老藝人 在陶瓷歷史上 是 不可取代的一種 與這種超越性的一種 將會 越來越脫性 越來越脫性 而年輕潛力的一些藝術家 我們不管從這種投擲的價格 男投擲的價格 還是從他們藝術思想的一種表達上 又 多更加的 歷史劇 剛才我們前面看到的 像 吳小軍教授的一些作品 他的這些作品 這是基督的時代性 他在杭州西智湖辦 整天在做一些寫生 很多的作品都原始於生活 然後 多由這個時代來拒絕 那麼這裡呢 我也相信 中國 近現代藝術陶瓷的明天 應該是無可重要的 同時呢 越早的關注 或許呢 能夠為 帶來豐富的回報 謝謝大家 這個我們人為學會 舉辦過 數百次講座 我覺得這個 陳先生經理講座 是為數不多的 最隱人如勝的 講座之一 那麼他的講座 為什麼隱人如勝的 我想他講的是 他都自己 非常帶有 傳奇之彩的經歷 後來 談到 都是他個人的收藏 那在這個 一個多小時時間 就是非常深入 就是我們 這個 這個中國 這個 現當在 藝術陶瓷的 發展過程 和特點 還有一些 主要的一些人物 我想 這個大家聽到 可能都有 異憂未定的感覺 是吧 今天我們這個 負責仇訪 我們香港展覽的 這個 文藍館長也在這兒 我覺得這個 可能是今天 已經沒有時間再參觀了 是吧 可能他們已經 那個 閉館了 今天啊 我想這個機會是 然後我恨在是不是 再把時間延長一些 你們可以欣賞 好不好 好嘞好嘞 如果是這個機會 是絕對不可持續的 就是我自己還沒有 機會還沒看到 所以一定要看到 那麼今天 如果是可以的話 請大家去參觀一下 這些 這個 藝術陣品 每一件都是 加持連成的 如果是今天沒有時間 呢 我就請大家 這個 再來 好 最後 這個 謝謝 好 謝謝